我現在要講給天空的地板 家說小智買了一桶果子 其容量為13又5分之3公升 為了方便攜帶出門 以容量為2分3公升的寶色瓶 分身裝成小瓶裝 剩下不夠的一瓶容量是多少 那我們先把13又5分之3除掉2分3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總共可以裝幾瓶 因為剩下多少 那我們先把13又5分之3換成小分數 當5565 65加3分3就是68 除以分數就是乘以倒數 所以我們把30又3分之2倒過來 就變成2分之3 那我們現在約分2可以跟68 大約38變成34 好現在不能再約了 所以我們就繼續做3412 102分之5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總共可以裝20 剩下5分之2 所以我們剩下的5 它是說還不夠一瓶的容量是多少 所以我們要把剩下來的沒有 不是等數的5分之2 再剩下3分之2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它是7公升 因為這沒辦法就分數就直接做 大概就是15分之4 公升 這樣就各位同學懂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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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